政經 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 來 打起精神 我們繼續來探索真理 格物置之 窮救真理 好 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 LSE Library 很多人都看到中間消失了六頁 你有沒有覺得很好笑 今天如果是一個一流大學圖書館 要收藏一個人他所謂的博士論文 他一定會最基本的東西先把每一頁看清楚 看清楚每一頁 然後每一頁遺漏 才能夠收藏在學校作為學校的校產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倫敦政經學院這麼草率 有幾個可能 證明他自己是二流三流的學校 可是看起來又不像 那麼草率就有個原因 因為這是他的 personal copy 倫敦政經學院認清了 這是台灣來自於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要捐給學校的一本 他的某種學術的筆記 那人家的筆記要漏頁 你管不著嗎 如果今天是倫敦大學 政經學院的 copyright 是reserved by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那他當然要付版權業咯 他當然要為中間的所有的遺漏負責任咯 那個時候他就不會隨隨便便去收錄一個缺業的 這個文章中兜不起來的 說兜不起來再說了 缺業他絕對不會收嘛 因為這個東西有點像是保存的合約關係 今天缺六頁我收了 對不對 那這是一本正式的論文 到頭來 你怪我說你把我的六頁搞掉了 我這六頁本來是要拿諾貝爾獎的 那我拿什麼陪你 對不對 可是因為這是你的 personal copy 我只要證實as it is 它是什麼 我就收什麼 那就沒有責任了 這很簡單 好 我們再往下看 網友推斷這六頁掉了是什麼 第一個 蔡同學的第一個題目 各位還記得嗎 這個題目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什麼how a law 什麼tariff barrier 什麼blahblah 反正我覺得也是鬼扯一堆 好 那麼看起來有可能就是蔡同學的第一個題目 再過了兩個半月 就是從六月多到九月 就是從LSE的玻璃箱 到了國圖的電子檔 這個兩個多月中 草稿版在重新重製的 好 那麼有一位叫做智美吧 這個拼出來的拼音的一個網友 應該是在國外的 他很認真的把所有的內容拿出來調閱 我非常佩服這位網友 好 他在這個九月十六號 九月十六號的七點中 他寫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說好像呢 好像很多人還搞不清楚 蔡同學三個月前 在政經圖書館的那篇所謂的論文 到底是博士論文還是碩士論文 那以下是他的推斷 有若干地方跟我們的推斷是很相近的 那他的推斷是這樣 他說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我們就把蔡同學的就學紀錄卡 再拿來比對一下 好 他的就學紀錄卡 這些東西都是各位的基本 這就好像是那個 各位在你的書裡面的那個 最後面的有一些重要的公式表 所以你隨不隨要拿出來看 他說這個蔡同學的當時的論文題目 他跟這個Elliott合著的題目 是不公平貿易的跟防衛機制 就所謂的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好 來 我們來看看他這個附圖 那麼這個地方 我們要再看看質疑一下說 蔡同學你的論文的題目跟內容是一致的嗎 就你現在拿出來這個論文的內容 跟你號稱 你號稱 你跟Michael Elliott合著的博士論文 後來被我們笑了以後 公關人員進去呼嚨呼嚨就把Michael Elliott拿掉了 好 電子檔裡面拿掉 所以這位網友的質疑是 你這一篇放在圖書館裡面的 給人家聞香的 跟你原來題目是一樣的嗎 他說有沒有偷天換日的懸疑呢 他說首先我們要來看圖 他說這個圖我們顯示出來 蔡同學是在1983年的1月19號 才被學校獲准這個所謂的 不公平貿易跟防衛機制 這個 這個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有注意到嗎 其實我們講過很多遍 因為有時候講講會忘記 它下面也不顯得很清楚嗎 Date of approval of thesis time 是83年的1月19號 83年1月19號 你的博士論文題目你才被核准喔 英粉英痴 不要再掰了喔 Date of thesis Approval time Date of approval of thesis time 這個沒有別的辦法解釋吧 好 那我們再看看 Elliott呢 很奇妙的是Elliott什麼時候離開的 他1983年Elliott就已離開了倫敦政經學院 好也許你可以說 也許他那時候還常常往返啊 在Economist也經常回來學校 那隨便你掰 但是你去看 他的學生紀錄卡 他在1983年以後 他就沒有人指導了 1981到1982是Mr.Elliott的 1983以後呢 也沒繳費也沒人指導嘛 英粉在掰說喔 因為寫論文不用繳費 誰跟你講寫論文不用繳費 寫論文要講三個學分的費 誰跟你講寫論文不用繳費 因為你寫論文要用到學校的資源呢 對不對 那我如果寫個這個過程當中 而且你還在學校 你沒有辦休學 是吧 你還在學校嘛 或者是說 你要解釋你82年10月11號 已經休學了 82年11月10號已經休學 Withdraw from the course 可是英粉不是說那個意思是說他不休課了嗎 那不休課為什麼後面要解釋 financial difficulties 好 那你說你有financial difficulties 那 你的論文怎麼會到後來 在1983年的6月份 突然又說 你有degree awarded 呢 你怎麼會又來 date of entry 呢 前前後後都不在一起嘛 好 那你看看你1983年明明就沒有老師啊 對不對 好 Elliott確實在1981到1982的時候 擔任過蔡同學升級博士小組的指導人員 我想這位網友很清楚的看了我們的節目 因為我們的節目把 倫敦政經學院的碩博士修課規定 修業規定 一句一句念 各位同學還記得嗎 在兩個多星期前 我們很辛苦的英翻中 中翻英 告訴你英文這句什麼意思 然後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學位取得 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我們這麼辛苦的講這些東西 只是希望說我們沒講的一句話 都有證據佐證 好 也就是說 當年呢 蔡同學的這個 碩士升博士的升等小組的指導人員 這樣講就合理了 因為 這就是她的一個協助像是助教這樣子的身份嘛 但她是講師 有很多講師也擔任助教類似的功課跟協助同學 所以這個是合理的 這才可以解釋為什麼一個大學畢業生 沒有任何的社會經驗 才30歲 可以擔任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一個公碩博士課程的 蔡同學當她的指導教授 當她的Academic Advisor 講全世界讀過書的人都不會相信這個事情會發生 更不要去擦脂抹粉說 這個人是天才 若干年後成就非凡 若干年後成就非凡 那也是以後的事 若干年後成就非凡 也是她在社會上的貢獻 不是她學術上的貢獻好嗎 這是一個學術論文 這不是一個professional degree 她不是像台大新聞所 或者是像有一學校的體育研究所 她強調的是 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的 所謂的professional degree 所以她會找一些在外面的這些 總編輯這些媒體實務的人來當指導教授 不是的 這是一個學術的 有關於國際貿易法的論文 好嗎 所以我們在這邊看到說 事實上 蔡同學原本準備的博士論文的題目 是 規範非關稅貿易壁壘 對於過渡世界國際競爭的法律 這個題目 我們講過嗎 他題目叫做law of law 不對吧 這個應該是號吧 law law and non-tariff trade barrier legal control 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ransitional world 這個完全 わかりません わかりません 悪悪悪 沒有人的文法是這樣 沒有動詞沒有重點 好 來根據這個網友的推測也就是說 Mr.Michael Elliott 不可能 跟蔡同學和寫第二個論文的題目 叫做 你看到的這個題目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因為學籍上寫得很清楚 學籍卡上寫得很清楚 1983年以後 蔡同學沒有任何的指導人員 而且這個 Alice 她已經離開正經學院 好吧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怎麼樣破題呢 所以這位網友的合理的邏輯推論 大家聽聽嘛 因為現在邏輯推論有兩三個版本了 因為這個蔡同學的學思歷程 太過超過人類的知識跟經驗嘛 所以呢 超過人類知識經驗的東西 我們只能夠用演繹法 對無法歸納 只好演繹嘛 去推論說 那有可能是這樣 有可能是那樣 可是 對不對 唯有解惑 唯有 不是唯有杜康 是唯有 英文 那只有你可以告訴我們 到底怎麼樣 發生這麼多奇怪的 人間發生的鬼事嘛 好 所以呢這位網友 她說她合理的推論是 蔡同學放在 政經學院圖書館的那一本 跟Alien和寫的所謂的論文內容 應該是屬於第一個題目 那個所謂的規範非官貿壁壘 對過度世界各國國際競爭的法律 可能那個完全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好 那 應該是寫這個 比較合理啦 因為她在1981到1982的時候 她確實是跟 Elliott有過一個 就是合作的過程 所以才會出現在圖書館 電子檔當中 一本書上有兩個作者的名字嘛 可是那時候她的兩個作者的 就是Elliott跟 英文蔡 可是這兩個作者的題目 卻是剛剛那個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所以前前後後 真的沒有辦法用單一的邏輯 去推論到底 因為前言不對後語 牛頭不對馬嘴 前後都不攏 真的都不攏 也難怪我們要發揮這麼多精神 一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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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講 因為真的她的證據是逐漸浮現 有時候浮現證據以後 又被前面的證據 又被後面的證據打臉說 這個可能也不是真的 又出現新的證據 新的證據之後 弄一弄一後發現說 還有更新的足以佐證的證據 所以這就是求知的精神 這就是這堂課吸引人的地方了 這也是為什麼 同步都會有一兩萬的朋友 在看 連我們節目delay了 一張圖卡都會有五六千的人在那邊 看著一張圖卡在討論 為什麼 因為蔡同學 你太神秘了 大家對你的好奇 真的不是普通的 我覺得 你比我更適合幹綜藝咖 你不要當總統了 下戲下景 你適合當綜藝咖 我看你每天出來跟大家揭露一下你神秘的身世 從三十六年前的務所倫敦開始 你每天講一頁 一天一千零一頁 你可以講三十六年了 三十六年是多少天呢 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天了 三百六十五乘上三十六了 對不對 對 一三一四零沒錯 心算七段了 不是假的了 不信心去查了 好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網友講的是說 你其實講的東西不是 不是 你第二個題目 不公平貿易跟防衛機制 所以你現在拿出去的那一段 其實內容大部分是屬於 規範非關稅貿易壁壘 對過度世界國際競爭的法律 這真的不是 不是一個合乎文法的題目 好 當然這個需要更深的去檢視你的內容 其實坦白講了 我看你的手稿之後 我越看越生氣 我在吃肉燻 看這麼爛的文章 這個若是我台大新聞所指導過的學生 或者其他的系所指導過的學生 我直接看完三頁就把它丟地上 然後就把蔡同學叫來說回去改了 重寫不要浪費我時間 好像沒有辦法 因為做節目 所以明知道她在呼嚨 我也要陪著她呼嚨 好 那麼這個網友的講法就是說 蔡同學用狸貓換太子 其實不是 狸貓換烏龜 兩個東西都不登大雅之堂 那為什麼要第一個題目 第二題目去換第一個題目 要內容去換呢 這位網友是這樣推測 各位參考 他說因為蔡同學呢 沒有通過博士升級考試 這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樣 所以第一個博士準備的論文題目 已經被學校取消了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我跟各位報告 那個才像是博士論文的題目 雖然那個文法有點怪 但是因為手寫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說她到底 有沒有筆誤還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東西的詳細度 比較像是博士 博士不是包山包海 我跟你講不管你是什麼系的 你是地質系的 是大氣系的 如果你敢寫個題目叫做 論宇宙大爆炸 我跟你講保證沒有人要收你 為什麼 因為學過學術人都知道 你做論文第一件事情要先解題 先concept explication 然後從concept 比方說 宇宙大爆炸 宇宙是一個concept 大爆炸是一個concept 你的論文一開始要先解釋 什麼叫宇宙 古往今來叫做語 上下四方叫做語 古往今來叫做咒 你要先解釋definition 你的宇宙包括了什麼 然後還有接下來呢 你要做concept explication 概念解析 你要出現這個關鍵的概念叫宇宙 宇宙之後呢 你要再去分成所謂的面向dimension 宇宙包含了哪些 比方說 然後又不是學什麼這個外太空的 所以可能包括了星球跟這個銀河系 或者是什麼外太空 whatever 然後呢 你再去比對 比方星球要怎麼定義 有哪些指標 可以來測量或者描述星球 這個過程叫做concept explication 叫做概念解析 不然誰知道你什麼叫宇宙大爆炸啊 好 如果你的題目是論宇宙大爆炸 一定被丟到垃圾桶 因為你這種題目叫做包山包海 你寫十輩子也寫不完 所以一個正常論文題目應該是 太陽系中 土星表面 土壤是否含水分之探測研究 諸如此類 就是說它必須是一個very specific 可以被了解被驗證 被描述的東西才會被變成是一個 可以duable的研究論文嘛 所以我要講的是蔡同學 你的第一個題目比較像是論文題目 第二個題目就是宇宙大爆炸 叫做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這就是宇宙大爆炸啦 我跟你講啦 彭博士所長文正教授先生告訴你 這就叫做宇宙大爆炸 好 好 那為什麼要掉包呢 這個網友的看法是說 因為她第一個博士準備的論文題目 已經被取消掉了 她被槓掉了 所以她不能用了 那她不存在也不能使用 所以當呢 今年蔡同學要跟學校補交她的這個手稿的時候 政經婦女圖書館 沒有辦法接受第一個被學校取消不存在的論文題目 所以呢 她的看法就是第二個題目 這個不公平貿易跟防衛機制 是有效的 問題是這個題目不是她的博士論文啊 因為她沒有博士論文啊 這是她的可能是她的碩士論文 可能是她的proposal 其實可以再進一步去追 蔡同學的是 蔡同學在倫敦政經學院 有沒有拿到碩士學位 各位記得喔 蔡同學的學位是 我們在節目中解釋很多 我還找了一個正妹出來 一個講師出來解釋說 這個program是從 Master Philosophy 進到 PhD Doctor Philosophy 然後她還說 如果這個學位的一切順利的話 希望四年之內可以讓大家順利畢業 蔡同學天賦異稟 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好 那這裡面也講到說 如果你博士學位拿不到的話 你有可能回頭被授予一個碩士學位 而碩士學位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是你還是要教你的碩士論文 或者是你有足夠的這個工作的證明 比方說你進入博士的proposal 你的這個這個企劃書已經寫得差不多了 也可以足以證明 如果學校的這個委員會同意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提交正式的論文 就用這個來當做你的正式的碩士論文 所以我也有可能判斷說 蔡同學基本上是走了這一條路 好 那如果他已經拿了博士之後 那應該我們也可以查得到他的碩士學位 好 才對 那當然這個後續 要等倫敦政經學院在司法程序當中 去慢慢的去試疑了 好 所以呢 他的看法是說 他把這個35年沒有繳交的碩士論文 我甚至覺得 他只是一個沒有過的博士論文大綱 好 用拼拼湊湊的方式 補交到了倫敦政經學院的圖書館 那你說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 為什麼會願意接受這個補交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子 有其他倫敦政經學院畢業的校友 你試試看 看倫敦政經學院願不願意 大概不會願意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其實蠻大的喔 最近中華民國的貿易經貿團 剛剛抵達倫敦跟倫敦 英國去進行一個所謂的經貿採購的相關的會議喔 讓我覺得這個時間點有點怪怪的 這個是在展現中華民國強大的外匯存底 還是要藉由採購去談一點什麼其他的 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大臣上面是一個大臣 就是這個大臣 我們要有一個大臣 就是這個難看的 我們是一個大臣 這個人不問 至於瑫瀆沒有在資格上 但是一塊還在資格上 我來講 besonders 很多人都知道 蔡同學的論文門已經出包了 只是用什麼方式來面對大眾 我想是這個問題吧 好 不多做推測 好 那英國倫敦政學為什麼要收呢 很簡單嘛 Personal copy 你是一個國家的總統 我們經過這麼多的人前不後繼的過來 打通關節 做公關 我給你一個面子嘛 反正圖書館範圍大得很嘛 一個國家總統的手稿 要存放在這裡 我們也接受嘛 OK 好 所以這個網友推斷說 很顯然蔡同學35年前拿到碩士論文的時候 被以特殊的情況下棉角論文嘛 她是碩士論文棉角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再找不到 蔡同學在政經學院的論文 而現在蔡同學應該是用一個自由意願的方式 在允許補交她的Personal copy嘛 好 所以對倫敦政經學院來講 這位網友的推測是說 他們收納的是蔡同學35年前的碩士論文 沒有博士這回事 好 所以蔡同學很顯然身邊只有一份1981跟1982 Mr. Michael Elliott 和諧的 準備要從 Master of Philosophy 升級到 Doctor of Philosophy 的 升級的博士資格的 Proposal 這個就有點接近破案囉 因為 Proposal 這個東西 或者是要提出來的所謂的升級的論文是可以合注的啊 這就像升等論文可以合注啊 升等論文的主要著作 你只要是 First Author 對不對 你在 Natural 在 Science 刊登的 哪怕是十個人合注的 那也是無比光榮啊 對不對 那只要你是 First Author 你是 Correspondent Author 還是一樣語有容焉嘛 所以呢 蔡同學跟 Mr. Elliott 合注的這個 所謂的博士論文 其實就是一個碩士要晉級到博士的草稿嘛 這樣講起來這位網友說的東西就合邏輯了 所以呢 林環牆教授看到有六頁 Missing 六頁 Missing 現在被補起來了 為什麼要抽掉呢 我相信這六頁裡面可能啦 然後這樣講也通啦 不是什麼裡面要談到宇宙大爆炸啦 不是什麼歌頌毛澤東啊 歌頌共產主義沒有這麼偉大啦 1983年的 在倫敦政經學院論文寫成這個德性的一個小女孩 她要歌頌共產主義要歌頌毛澤東 她還不知道從何歌頌起呢 而且這個題目叫做關稅壁壘保護政策啦 那個時候跟整個封閉的中國 根本沒有跟世界做任何的貿易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研究那個地方的任何東西 也扯不上什麼國家跟國家之間的貿易跟關稅的問題 她根本沒有關稅 她是個封閉的地方 好 那我要講的問題是說 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六頁很可能裡面明明白白的就提到了原來的那個題目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說起來 恐怕就有道理了 所以呢 因為這六頁寫的太多 是有關於第一個題目的所有的內容 甚至把這個題目都寫在裡面 所以讓大家覺得這六頁呢 會很可疑 蔡同學趕快把它拿掉 然後再經過了幾天的時間 縫縫補補交上去 所以我必須要說的是蔡同學辛苦了 這些日子以來 你還有你的一些好友閨蜜們 大家辛苦了 敢論文敢得好辛苦 但是沒有用 三十六年時光飛逝 還是拿不到你的學位 只能夠騙騙一些所謂的 Liar Infant Liar Infant什麼意思呢 Liar Infant Liar Infant 英文叫做Liar Infant 以後用這個東西 要用我的智慧財產權 這是我的商標權 這是我標的 Liar Infant的英文名字叫Liar Infant 以前Liar是送給柯文哲 現在也可以送給蔡英文 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蔡同學 你跟柯同學兩個一起用 所以Liar Infant的英文的翻譯 叫做Liar Infant 下次要用這個詞就要記得 Liar Infant出自哪裡 出自彭博士教授所長文正先生 這樣知道了吧 OK好 現在看起來 蔡同學是很驚於偷天換日 看起來 管中敏案 復聯會的黨產案 這些東西算一算都是 你知道魔術師的手法 慶祝難書啊 好 進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好久不見的曹長青陶老師 他也是福爾摩斯 他的文章當中 揭出更多的疑點 為什麼他的口試通知函沒有簽名 跟別人不一樣 好 課堂的最後呢 我要提醒各位同學們要做作業 你不做作業的話呢 你會跟不上進度 因為我們的進度是越來越深 當然也深入淺出嘛 因為有些剛剛加退選進來的同學 可能會一下子不知道我們走到什麼地方迷失方向 好 那因為這堂課呢是這個毀人不倦嘛 所以呢有越多人來越好 這堂課是沒有設限也沒有黨休 也不會當人啦 但是就是老師就比較那個一點 好 我們要來看的是 下一次的作業是 曹長青好久不見了 我們的曹老師 他在海外呢 搜集了很多相關的證據 也去查訪了很多在倫敦政經學院 還有在美國各大學教書跟讀書的 這些朋友們 他們提出來了新的 第六腔避命的證據 好 我們在下一次呢 就在我們的內容當中會講述 但先請大家做功課 做什麼功課呢 就是做這一張 在畫面上看到的 你剛才看到的就是 蔡同學自己拿出來的 在什麼時候拿出來的呢 她在記者會 記者會發言人拿出來的 聲稱是1984年 蔡英文同學獲得口試通過的通知書 1984年號稱是口試通過的通知書 這個不是也放在她的博士論文裡面嗎 只是沒有人簽名嘛 被我們認證就是阿飄簽的嘛 阿飄發出來的 因為阿飄八字輕 手也輕 拿的筆也輕 所以寫上的那個字 一般人看是看不見的 因為它浮在紙面上 所以我們都沒看到 所以這是一個蔡同學聲稱1984年 蔡英文獲得口試通過的通知函 這封通知函呢 就是我們的功課 仔細的看 看一看 想一想 到底哪裡有問題 好 節目最後大家辛苦了 昨天呢 我們提到的聖經有一段經文 大家還蠻喜歡 我再念一遍 你們是世界的光 建在山上的城 是不能夠隱藏的 所以我們要做光 要做炎 而且呢 我們必須要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因為再多說 就出自那惡者 而且呢 我們要愛人不能虛假 悟要厭惡 善要親近 同學們 謝謝你們準時的收看 大家晚安 明天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